市長姚文智 市長姚文智 口號喊得響亮 民進黨台北市黨部主委和直評委就職典禮 姚文智特地出席 因為他們就是年底市長選舉重要的後盾 對於爭取連任的台北市長柯文哲 抛出了六選區辦六政見會 姚文智等著應戰 不管怎樣 我們當了三年辦市長 市政的政策還是比較熟悉 這個要辦也要規劃一下 到底要怎麼辦 是用公家資源還是找電視台合作 那是不是要連議員都一起處理 所以我們要想想看 要規劃一下 如果是說明會 我想大家各憑本事 這個選舉大家當然把自己的想法 大家覺得對市政不滿意 柯市長當然也有權力來辯護 那如果是要辦辯論會 我想姚文智隨時奉陪 直言不管是市政說明會還是辯論會 六十場都沒問題通通放馬過來 國民黨參選人盯手中也不敢示弱 我覺得回歸市政議題是很好的 因為台北市的市政實在是太差了 那麼沒有具體的建設 那整個城市競爭力在大幅的下滑 我覺得六區要辦六場辯論 我們都非常樂意參加 各陣營參選人都喊著奉陪到底 考驗對市政鮮熟度的辯論會 是能爭取到更多選票 北市選戰三強激烈 辯論會未賺錢已經先吸引關注 歡迎收看宋傑李佳化TV報導 靖子 交動會未賺人 很陪伴